哈囉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哈囉大家好我是黃于婷 嗨大家好我是鱼琦 今天很開心就是于婷在去年底的時候 發了他的首張EP 對 那當然先恭喜你 終於發了自己的第一張EP 沒錯 西斜的第一張叫做 雨過 那我們今天就會來 請問你這一張的概念 然後整個錄音的過程 怎麼樣會找到我們的雲品 來做製作人 然後我相信這 因為我們剛好之前有一些訪談的內容 也有做到製作相關的層面的話題 對 我覺得就是這方面 可能也會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或許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 然後後面也會稍微聊一下 關於你彈唱的部分 那我們也會有另外一支 于婷會幫我們彈奏演唱哪一首歌曲 今天會帶來一首叫藍色氣球 到時候也會有另外一支 彈唱的影片放在我們頻道 對那馬上進入主題 好首先想要問一下于婷 就是你這一張專輯的概念 主要想要傳達給觀眾什麼 你怎麼會想要製作這張專輯 想要製作這張專輯 其實一直都有想要 給自己一個作品出來 因為其實我從事創作也差不多八九年 我有看到資料 妳寫差不多從2014年就開始 對 對 因為那個時候上大學 暴露年紀 對 2014年 對 那個時候就是上大學 然後自己在外面住嘛 那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接觸到吉他 因為像宿舍什麼就是鋼琴什麼 我就是不太方便 然後就開始學吉他 因為我很想要創作這個歌 所以妳是大學才開始學吉他的 對 喔 這等一下我們也可以來聊聊 因為我覺得妳的彈奏也蠻有趣的 對 其實我剛剛在剛到雲萍這邊的時候 然後跟雲萍聊 然後他說他第一次看到妳也被妳嚇到了 喔是 然後想說 喔妳在幹嘛妳在幹嘛 我在幹嘛 我在幹嘛 是不是偏笑 這等一下我們可以再來聊一下這個話題 所以妳就是大學那個時候才開始寫歌 對 所以就是累積了一些作品 對 那就是一直有持續在創作啦 那當然不是說 以前的作品我都一直很想要把它出出來 但也不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最近的作品可能 自己在作品裡面的個性比較成熟了 那我也想說 這幾首歌其實是可以代表我想要說的 故事 然後我想要表達的一些意涵 所以 我就找了劉雲萍老師來幫我製作這張EP 那為什麼妳這張EP的主題會叫魚鍋 我三首歌裡面沒有一首歌叫做魚鍋 那會取這個名字呢 是這三首歌都是想要告訴大家 我們就是去經歷一些很困難的事情 就是生命中會有一些難免會有些困難的事情 那我們去經歷它 然後經過經過它之後 就是吸收它在我們生命中 然後就是我們可以成長成更好的生命的樣子 那雨過呢 就是大家有聽過雨過天晴吧 就是想要帶一種 我們下過雨了 那最後也放晴這個概念 就有一點類似就是前面下雨的狀況 就有點類似我們人生的各種遭遇 對啊不管這個下雨的狀況是好是壞 就後面它總會有一些美好的事物產生這種感覺 對 我看妳的那個英文也取得蠻有 蠻美的那個英文單字 對我看不懂要查了一下 還蠻美的 好像是一個蠻有詩意的一個英文 就我覺得蠻會取的 這個再唸一次我不會唸 PATRICO 請大家給我唸一次 你底下要放那樣 英文小教師這樣 它這個英文單字叫做 下雨時泥土的方向 對 有時候打進它的字典 它就會寫是什麼超土油啊 那其實它就是在表達一個下雨之後 那種泥土啊 還有青草的 會散發出的一種傾向 對啊就是這個這個詞會會讓我很 因為我自己也會到戶外去走動 所以會讓我很有大自然那種 感覺然後在看到這個英文單字的連結的時候 我就會 就是那個畫面會出來 對然後那個整個跟大自然那種感覺就會出來 我覺得蠻好的 所以你等於說是用三首歌曲的故事 就是去連結起來這樣一個雨過天晴的一個狀態 對 那這三首歌分別想要傳達的是什麼 在講什麼故事 主要第一首歌呢 小說 那這首歌是 就是在很 就是在那個很悲痛的當下 在你走不出去那個隱瞞的當下 的那個情緒 那第二首歌 藍色氣球呢 其實就是對 你的當下 你的現在生活的反思 嗯 那最後日常呢 是我們去經過了這一切 然後生活恢復的平靜 然後那些過往呢 都用另外一種形式存在我們聲明中 對 那前面的intro呢 那個intro是從小說拉出來的一段前奏 那但是因為 這三首歌都是有重新編曲之後的樣貌 那前面就是我們在錄音的時候 錄音室的時候 就是劉雲平老師他建議我 欸你進去你就自彈自上一段 就是我原本的版本 嗯哼 就會把它變得有一點續曲的那種感覺 嗯 我有一個好奇的問題就是 我就是上網做了一下你的功課嘛 然後 我有發現你去年初的時候就已經發行了一張單曲 對 對 所以 呃 是讓會讓我感覺就是 欸你接連就是會有一些動作 然後去發表你自己的歌曲 會讓我覺得你是蠻有企圖心去想要 讓觀眾聽到一個 比較完整樣貌的你的創作你的作品 今天當然我們就是focus在雨過這一張啦 只是我也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對你來說 年初的跟年尾的這一張你想要傳達的訊息是什麼 然後你覺得差別在哪裡 嗯因為我聽其實風格差蠻多的 所以我會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對這個狀況 其實那一張單曲呢沒有跟這張有太大的關係 嗯 那那首歌我是去年初出的 但是它是寫在差不多2017年 嗯 你現在也有一點時間 嗯 對那我會選擇那首歌先出 是因為我覺得那一段那個故事吧 那首歌的故事是在我那幾年間一個很代表性的 的心境 所以我決定把它就是先出出來 嗯 等於說就是你在那一個期間 剛好那首歌是一個你的狀態 然後你會想要就是趁著這個狀態去把它 對 做出來讓大家聽到對不對 對就是有點 嗯 我覺得它是很值得 值得被紀錄的 紀錄的 嗯所以這兩個製作其實是有一點分開的 嗯 年初的單單會是一個人生的紀錄的感覺 對那其實也是說我總結了 從那個時間點的之前那個過去 然後我接下來我要可能做新的作品 這樣子 嗯 了解了解 那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你找到柳云萍幫你做的 嗯 為什麼會找他 因為 為什麼不找我 哈哈哈哈 不是我你的單眼怎麼找他 因為我跟 你頭話比較吵 對 就是我之前在高雄 對在高雄 對啊你也在高雄嗎 欸對啊 對啊 對不起 對不起 哇他開始很難講話這樣 原回來 原回來 對不起 哈哈哈哈 我錯了 我不應該找你朋友 沒有 沒有沒有開玩笑開玩笑 那一笑聲就overdrive 哈哈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我之前在高雄 因為我大學在高雄 那那個時候就是有在表演 嗯 那剛好就有被找去一家 複合式的那個音樂產廳演出 那那個時候劉映平老師剛好去那邊 嗯 尋回吧 就是第一次下爆劉映平的那一次 對對對 就那一次下爆劉映平的那一次 太恐怖了 就很榮幸可以擔任他的暖場 喔 原來他幫你暖場是嗎 喔 喔我是暖場嗎 喔是喔好 你不要啦 我記得是某個品牌其他活動去那邊做講座 完蛋喔我們的那個記憶出現分歧了 類似的活動 反正就是在高雄的那家店沒有的 沒錯沒錯 對對對 對就是那個時候有認識的劉映平老師 然後還跟他買了一本他的教材 謝謝老闆 那之後呢 之後 之後我就上來台北 然後也是跟 是讀大學 研究所 所以你原本是高雄人 不是我是嘉義人 那你怎麼會 喔你去高雄表演 我去高雄讀大學 蛤 蛤很奇怪嗎 他是嘉義人去高雄讀大學 所以在高雄表演 然後就去台北 然後在台北讀研究所 喔研究所 研究所 好好好 時間線整理對不對 okokok 所以你清楚了 對 然後之後好像都有一直在聯絡 然後因為 可能 我身邊比較了解 他可能也比較了解我的 Sync還有創作 對 那我也蠻常聽他的作品的 我也很喜歡他的音樂的美學 對 所以當我就是想說 我想要做一張 比較Occlesity的音作品 那我第一個就是想到說 欸那 他的意思是我不會做電音 不是啦 還沒有要做電音嘛 可是這樣一說我之後 如果要做電音 你沒有找我 嘿嘿嘿嘿 這樣買一個 呵呵呵 在挖洞了 呵呵呵 所以你最初的計畫就是 預計這張是做一個比較 Acclesity的版本嗎 對 那這些編制是怎麼決定的 嗯這些編制 每一首歌都是跟老師討論的 所以你最初丟出來的想法就是 你想要做一個比較 原音樂器聽覺的一個音樂作品這樣 對 因為這三首歌 其實他的 情感的 成分比較 深厚 所以我 我不希望有太多的其他的配器 去 嗯 就是有點 覆蓋掉 嗯 那個情感的部分 可以可以理解 所以我希望是用比較 單純的那些 原生樂器 去 襯托 嗯 那你們在合作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磨合啊 打架啊 打架啊 對啦 還是 雲平修有什麼委屈啊 說不出來 哈哈 他先講好了 因為我 講很多 哎 哈哈哈哈 你在電台的地方都可以講 對我在電台都可以講 對我在電台都可以講 嗯 先講配器的部分嗎 還是 都可以都可以 就是 先從詞曲好了 就是你們 你們在合作上有遇到什麼 狀況是 比較有趣的 我覺得 任何部分 就像你剛剛講的詞曲啊 或者是 整個製作 我覺得最硬的 其實不是後續的配器部分 最硬的 對我而言是 一開始詞曲的溝通 嗯 對因為 我可能在外面被知道是演奏家 所以就是 我只是叫你來做音樂 你動我詞幹什麼 嗯 對他可能在心中吶喊是這樣 嗯 對但是我就覺得 這個既然是 就是 在有歌詞的那裡是有故事的 那我自己會希望看到 故事 故事裡面的角色成長是有曲線的 嗯 所以 通常 因為去評了很多比賽的歌曲 也有創作組 嗯 大部分裡面我們看到的通病都是 時間是凝結的 就是永遠是 我在這個我走不出來 我好想要逃出去 我不想上課之類的 主題大概大學生的內容大概都是像這樣 就是年輕人好像大概都是這種 對於世俗有一種不滿的發行 這很正常 嗯 但是我其實希望看到是 那你發行完的不滿 你尋找完自己 也很多歌都不停的找自己 嗯 你找完自己以後 那後續 這個故事的主角有沒有什麼樣的蛻變 嗯 對他有可能 轉了一圈之後發現自己在原點 這也是故事 嗯 對所以我會希望拉出一個時間軸來 所以才會跟他討論說 欸我在看A1跟A2好像差不多 你要不要A2有一點 其他的歌詞的一兩個字的調整 才會讓他更有變化 然後或是 或是 為了讓他之後 也許可能是商業價值多一點 我希望再多一點Bridge啊 多一點這些段落 對那 當然對於創作者而言 他可能剛開始會有點抗拒就是 因為自己的寫出來東西被動到這樣 這是我的孩子你真的動他幹嘛 對 所以這中間會自然會有一些 熱戰或冷戰 對我已經忘了啦 反正就是會有一些小小摩擦 就是 但是我覺得我們都秉持一個初衷 都是我們都是為了這個東西好 所以是信任對方是做到 為這個東西好而做出來的 對所以也是蠻感謝余婷的 是願意讓 願意聽我的小小意見啦 對然後當這個方向確定的其實 配器的決定就比較容易了 因為其實配器的方式 就決定於預算的方式 對 所以當你的預算大概是 實在 對當你預算是這樣的時候 實在 比如說我需要鋼琴 那你鋼琴要真的還是用MIDI大樂隊 還是Logic大樂隊 那這個就是可以去討論的嘛 那我們這個毫不遮掩 我喜歡 所以基本上做一張專輯 這是真的蠻燒錢的 那我們盡量是希望 錢真的是花在 刀口上 對刀口上 所以基本上 這張專輯主要的預算 都是在砸 這可以直接去砸藍色氣球 因為有真的選樂 我自己做兩張專輯 選樂都是MIDI大樂隊 對然後但是他的 對就是用真的選樂 對我們還另外再請真的 編選樂的老師 去幫那個 那個 整個編寫可能就是一個預算 然後你要請人來拉 又是一個錢 沒錯沒錯 所以剛剛好 對剛好搭到另外一個案子 也是需要錄選樂的 所以可以一起把它搭掉 這個也省了一些錢 那也是雲拼老師用門路 剛好有東西可以搭啊 幸運一下 讓你上船啦 對對對 是不錯我好羨慕啊 我的專輯都沒有真的 真的選樂呢 對所以大致上是這樣啦 然後有一些其實 對我而言其實 越簡單的配器其實越難做 對因為其實在製作的層面來講 你的頻率其實比較單一 比方說吉他 就是頻率就是這麼寬嘛 鋼琴頻率就是這麼寬嘛 你要拿兩種樂器 去撐出一個主歌跟副歌 到最後後面 情緒要爆炸的情緒 其實在技術上是很難的 當然在情感的想像層面是很簡單的 但是後面的製作的工程的角度 其實是非常有挑戰性的 因為樂器多的話 你就加加加加加 撿撿撿撿撿撿 因為遇過幾個混音師他們說 我們最怕遇到一把吉他 從頭到尾整首歌的 因為最難混 因為頻率就是那樣嘛 如果那個吉他手彈的 也是平平的 然後你要想辦法混出一個 一個有故事的情緒張力的內容 其實對於混音師來講 也是蠻辛苦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在 在各方面都有條件的狀況下 就是我們還是把它做出來的 雲明剛才有講到一個 我就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也都會去品一些 就是剛剛講大專院校的比賽 近期我很多都被安排到了 創作的部分 所以就會品 然後也會看一些詞曲 我比較有感的是 比較近期的時候 我有在看一個YouTuber 叫做朱又勳 他講一些語文方面 文學方面的一些知識啊 我就覺得蠻有趣的 而且不會讓國文那麼 繪色難懂的感覺 然後會讓像我這樣的一般人 國文造語沒有很高的人 會更願意去思考相關的 語文方面的東西 那我就覺得他其實 啟發了我蠻多的 然後我又去看到了 那些詞曲創作的部分 我就發現 有的真的是蠻有趣的 就像我有頻道的一個 他是寫說我是一隻魚 歌詞有點像是寫在就是 我很自由自在啊 無憂無慮啊 然後就是飄在那個水裡面啊 通常是不是就是 一直不停的自由自在到底 沒有沒有沒有 我看到後面 我看到了什麼 我看到了恐怖片嗎 這一隻魚被關在游泳池裡面 OK 然後他又找不到另外一半 但是他的整個詞的氛圍 又是想要營造的很快樂 曲的氛圍也是想要營造的很快樂 可是他後面的寫的文字的內容 又是他被關起來 笑中帶淚啊 他的文字是孤獨的 就很違和感 然後就很違和這樣 然後我想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就看到很多類似這樣 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我也才慢慢的發現說 其實歌詞 如果像我的演奏 可能就比較無所謂 我也沒有歌詞這樣 可是如果你有歌詞的話 其實他會是一個很大的佔筆 站在歌曲裡面 然後讓觀眾去感受到你整個故事的架構 因為我相信創作應該會是 詞會在前面 然後曲在後面推 有一點像是這個感覺 如果你的詞真的很強 比如說類似像李忠勝那種的話 你看著他的詞 你就不用聽歌 就已經很有感覺了 然後他的音樂在後面推你一把 你的雞皮疙瘩就掉下來了 所以我覺得詞這個思考 其實是蠻需要被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可是很多人在寫詞 就只是寫過去 沒有太多的深究 我覺得這蠻可惜的 如果能夠做這一方面的深入的話 對 我一開始給他的詞曲 也就是我自己想 自己就是憑感覺 寫出來完全沒有去講究的那個樣子 然後就是圓片老師跟我討論之後 我才開始就是有意識到說 喔!我現在這個詞是要唱給別人聽的 就是我算 因為是自己的故事嘛 那自己在講什麼自己都很清楚 但是現在你這首歌是要表達給別人的 別人不是你嘛 他不知道你的故事 所以你需要 就是把那個時間線啊 還有你想表達畫面 就是都勾勒的再清楚一點 嗯 有時候中間會有那個 認知上面的落差 對啊 因為你就自己的東西 自己在腦中就很有畫面 但是要顧慮到 聽眾就是 你想要傳達的人這樣 所以像家常菜跟餐廳的菜 即便是麻婆豆腐 但是就是不太一樣 這種感覺啦 對啊 像我在修改池 這個街頭就 卡了四個月喔 哈哈哈哈 我常看我常看我 是是是 那那個四個月你應該 我很痛苦 我每天都在想要 我要去想要怎麼寫詞 可是就是一直想逃 而且一直卡在詞 然後你會覺得 你是不是會覺得曲都沒有動 是不是好像沒什麼 太大的進度這樣 就是不會想到那 我就想到我現在就卡在這裡 我還要做得下去 我寫得出來嗎 真的啊寫出來了 這不是出來了嗎 對啊 真的現在 真的 有做就有進度啦 嗯 哈哈哈哈 對啊 然後就是一直寫不出來 然後我就很害怕他來問我說 欸 我都很小心 最近最近 心情還好嗎 我只怪我摸腳 最近 最近的天氣很不錯 那你試什麼都要教 哈哈哈哈 我就自己跟你說 我還要想想這樣 可以可以可以 沒有問題 對啊 那你呢 有什麼 抱怨嗎 抱怨還好 我有 我準備好了 那你去廣播節目都抱怨什麼 我都說 很感謝我們留意 哈哈哈哈 太官腔了 太官腔了 沒有 那個時候會 總體來講 我是還蠻感謝的過程 因為就是沒有人這樣子 魔力過我的詞 嗯 對 因為我也不常 不常跟人家討論這種東西 嗯 對 對 你不理系的毒個屁啊 哈哈哈哈 你泡書咩 這個意思 對 那 當然就是 學到很多 那 當然也是有一些 他覺得要改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那是 就是我 我看到我 我的 自己的語法 我自己的 表達方式 那 我也是會跟他說 這個我想要留下來 這樣 不然就是 我就沒有再跟他提起 我就直接放進去 哈哈哈哈 我也就 你就讓他 妥協罵 對啊 這算是一個 默默 就是他 生一個默契啦 嗯 對 就畢竟我覺得還是 如果自己堅持 想要保留的東西 就還是要堅持 不然就會變 劉雲平的作品 對 對 這個真的是也是 找製作人 很需要拿捏的一個事情 嗯 沒錯 那在持修完了以後 後續呢 你們的 進入下哪一個階段 去嗎 開始 討論要用 配器 對討論配器 所以就是像剛剛講的 從預算上面去 就是 大概知道有多少的預算嘛 然後 至少知道 這三首歌都會用吉他為主 以吉他為主 那接下來就是 三首歌 就要用不一樣的編曲 不一樣的配曲去呈現 嗯 那既然藍色氣球想要用真的弦樂 然後 那另外一支 另外一首歌想要用A加鋼琴 嗯 那就講另外一首就加一個大提琴 就收工啦 那當然也是就是有考慮到那個歌曲的氛圍 嗯 所以你原本就沒有規劃好說你想要什麼樂器一定要有在某一首歌裡面 有啊 藍色氣球 藍色氣球他就確定你想要選 好這是就是你一開始就已經確定堅持的東西這樣 嗯 然後 弦樂的話可以是小提琴或大提琴單支的 因為其實吉他比較像點撞的打擊樂嘛 嗯 你在不論是刷還是直法都是比較點撞 嗯 然後需要比較多長線條的東西 嗯 就是長音的樂器 去把琴感做 這樣的俗法 所以那時候就選了大提琴 對 所以小說裡面就是用大提琴 對 其實大提琴跟吉他真的蠻合的 很好 在頻率裡面 對 又可以補那個低音 沒錯 剛剛講配器嘛 然後其實 就是 也不是完全的真的acoustic啦 嗯 在其中一首歌裡面有疊了蠻多 合成器的 嗯 在底下 他也是可以做電音的 對 然後也是就被他說 你這個 但效果出來 還行啦 還好我就問 我就問了呀 問問嘛 哈哈哈哈 問問不用說 因為你已經覆過了 哈哈哈 對 所以其實 可能 所以大家可能會發現 有一些 很低的低音啊 或是一些 在上面像星星一樣閃爍的感覺啊 嗯 所以 不是只有吉他而已啦 對 會加一些好像聽得到 又聽不到的東西 嗯 加一些合成器在裡面 主要是 作用是什麼 音效 還有電頻率 應該 專業講叫電頻率啦 但是放在情感上面講 那就是 給一個氣氛 畫面 對 就是因為 有一些歌曲比方說 像小說是比較 要去 要去沙漠啊 要去哪裡啊 所以你要想辦法在音樂上 給人家 聲音上的畫面感 那你就必須要用這些 這些 聲響的感覺去 讓人家聽覺真的有去到 聯想 對 而不是就一把吉他在錄音室裡面 窄窄的 這樣的聲音而已 嗯 因為很多 只有吉他那家reverb 這樣的效果 很容易就是在室內 嗯 然後白天的感覺 可是如果是你去沙漠 你要去看星空 你要去看人 那就是需要一些其他 聲音的幫助 嗯 對 所以加這些 我那個時候會 說出來 說 我那個時候會覺得不好 是因為還沒有婚姻 然後因為我沒有經驗 就是我不知道那個 婚姻前之後 之前跟之後 前後 應該要怎麼去 就是想像 嗯 對 對 所以還沒有婚之前就會覺得那個印象很突出 很油很 很 很 這樣講 就有點像是我只是在菜市場買菜備料啦 就還沒還沒烹飪啦 就我買個蘿蔔 欸你看有蘿蔔 可是沒有啊 餐廳裡面應該蘿蔔絲 蘿蔔應該怎麼吸才對啊 是這種感覺啦 因為我不確定你是說 這樣加好嗎 你是直接把它丟在地上這樣 這樣好嗎 丟在地上 那當然你不可能說你要吃一道菜 然後每一個東西 就我很怕 我很怕我說好啊 然後之後炒完之後 就變一顆一顆一顆 我覺得這就很像剛剛講的啊 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程度上 嗯 理解上面的落差 就像詞也會發生這個事情 現在講的曲也會 對啊 那 那蘿蔔丟了一個東西 不一定 即使是 呃 很有經驗的人 不一定也會 跟他有相同的認知啊 是 其實在跟火音師溝通的過程中 其實火音師好像也不太 也會有另外 一開始也不知道我要怎麼 他把那個聲音加得 爆幹大聲的 對啊 沒有我要加到 他小到快聽不到 對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這個就是製作人的工作要去 最難的就是溝通啦 對啊 前後 他要跟你溝通 然後又要跟其他人溝通 對 對啊 我覺得這也是製作人很 很厲害的一點 就是 他要怎麼樣做一個有效的溝通 可以去 真的把每一方都拉到 預想的那個狀況裡面 我覺得這個其實蠻難的 呃 對 而且最難的是大家 在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還蠻開心的 最難的 對 有時候做一做 就這樣把事情 瞧到你要的樣子 但是大家都不歡而散 那其實 我覺得這樣就不好 嗯 所以希望大家做完這個過程是開心的 我覺得還蠻難的 但是也蠻重要的 嗯 滿意嗎 有誰不開心嗎 沒有人不開心啊 沒有 沒有 沒有人不開心 OK 那就好 你開心嗎 我超開心的 不然我來這邊幹嘛 哈哈 幾天耶 幾天耶 那 為什麼會想做實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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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為什麼要嘆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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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擦碗 我勸過了 哈哈哈哈 我發了兩張實體 上面還有兩箱 然後你剛剛 然後你剛剛嘆氣 然後你剛剛嘆氣 就代表你後悔了嗎 沒有 不是後悔 但是那個過程很艱辛 為什麼 就是 因為我也是 就是生長在實體專輯的年代 對 情懷齁 對 情懷 就是我自己還是會希望 我喜歡的音樂 我想要拿到實體 然後放到實體 所以聽 這樣我好像比較能 這樣才有出片的感覺對不對 因為這個 不是啦 哈哈哈哈 不是 就是 你知道現在創流 你就是 手機打開 你就可以聽到很多很多歌 這當然是好事 沒錯 可是 可是感覺那每一首歌 你就不會這麼的 窒息 一直重複去聆聽它 你可能 聽到一段覺得好像 欸 沒興趣了 然後就換下一首 那可能後面還有很多 很精華 很豐富的東西 你沒有聽到 嗯 我覺得這樣對一首歌 因為一首歌 要製作出來 那個工程太龐大了 可是 就這樣子被 被滑掉了 我覺得很可惜 嗯 就是你很慎重的拿CD 放到CD 可以聽 我覺得 嗯 身為一個創作者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很 嗯 很 感人嘛 就是覺得 自己的音樂可以被這樣對待 是件很棒的事情 對 那你為什麼會嘆氣 因為實體好貴 哈哈哈哈 差不多一樣 那個疫情的關係 那個紙價 跟印刷費 真的比以前貴很多很多很多 真的喔 嗯 對 所以你們也算是一個疫情的受災戶 沒錯 哈哈 哈哈 哇好特別喔 好特別喔 只大概貴了六成吧 四成到六成 對 那不少欸 所以 只要CD現在做這種紙殼的 對 真的 貴很多 貴很多 對啊 然後你裡面 還挖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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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頁面 買到賺到 哇這個我根本不敢想欸 你是重新開脫吧 有嗎 沒有沒有 它都有這種三頁式的 OK 那只是這個洞需要 就是黑色表刻 這是洞最貴 我 我只是那種 打開兩面 然後擦旁邊就這樣 哈哈哈哈 我自己那一道就這樣 其他我不敢多想 沈玉帥沈玉帥這樣 對 然後出來就 我的大概就這樣 薄薄的這樣 可以啦 對開心了 開心開心 就是你一方面覺得 做出來的實體自己很滿意 但是一方面就是 付出了很多 真的真的真的 實體 可能年輕一輩的 比較不能體會 但是我們剛好 如果剛好有跟上這個年代的話 其實這個對我們來講 也算是一個特別的意義 這個感覺就有點像是 為什麼有人會去追黑膠 然後有的人 年輕一輩的可能 對黑膠沒什麼感覺 就是 那就是一個情懷 對 對啊 那這個夢想做出來了 至少是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東西 沒錯 那下一張你還會再做嗎 先等一下 想一下 哈哈哈哈 像我自己是想說 下一張我就絕對不會做實體 對我也是 我也發一發就好了 我已經有一次經驗 我已經滿足了 我已經開心了 對 可是我覺得實體 也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我 我後來發現了 就是 如果你有實體的話 你的現場演出 你是有東西可以 擺在現場 然後去做 跟觀眾做一個互動 銷售啊 或是什麼 它是一個 滿好應用的一個 東西 雖然說很難賣 可以的可以的 賣起來 我覺得實體對另外一個 知識啊 對 我覺得實體有另外一個 對於特別是唱歌的音樂 有好處的是 它在那邊可以放歌詞 喔對 所以其實 像 你講到這個 像我在串流平台上 要找歌詞好難找 有的根本跳不出來 所以到最後都是什麼 更多歌詞 盡在 就一直 魔鏡歌詞 對啊 唱一唱 更多歌詞盡在 魔鏡歌詞 所以我會覺得 實體的另外一個好處是 因為借我一下 裡面其實 還有照片嘛 還有歌詞 所以其實 這有點像是 沉浸式的音樂的感覺啦 你不是只有 聽到音樂本身 甚至畫面 文字 歌詞 對 比如說藍色氣球 就真的 對那個畫面就 很藍 有氣球 對 一點都沒有解釋到 幫助想像啦 就是你那個意境 以及要傳達的概念 事實上是比較完整的 對啊 就 我當然也知道 現在有CDPlay的人 很少 所以我在設計 就是跟設計師討論 然後想要做這張實帖的時候 就是想說 我希望大家拿到一個 不只是保護CD的 殼子 就是它本身也是有 攻擊效果的 對 不是有保護的 魔法加成 對 它是有 它是有 就是 跟整個概念的 搭在一起 整個概念延伸 然後它也是有一些 可以玩味的 像這個空洞 它是可以跟光影做一些 互動 欸你這樣講 我腦袋有一些畫面 對 現場 呃 演出的時候 可以設計 什麼的 只是那個也要錢 哈哈 現場演出型 那個TA 燈光這樣 你看我們來表演 針孔成下 然後你現在倒過來的 欸我剛剛是真的 類似想到這種東西 那如果有設計過 或許會蠻酷的 然後在我做功課的同時 就是 有看了你一些 彈唱的影片 就發現 彈的 很好 對 你看我剛剛就是 原本要 不錯 我拖回去 很好 聽起來不太真的 很好 就是 會想了解一下 就是你學吉他多久 而且你剛剛說就是 你是上大學才學 對啊 其實不算早 其實說起來算 也講晚 對 像很多現在很多 郭高中生就彈很厲害 對啊 所以說 硬說起來的話 大學算蠻晚的 對 可是又讓我看到 就是 每幾年在高雄幫 雲品 暖場 然後就經驗到 真的是嚇死我 對啊 就是我原本是演奏 對不對 有人彈唱的時候就在演奏 他就是拿他吉他 然後這樣 各種點各種敲 然後這樣再唱歌 嚇死我 對啊 這就是我好奇的點 就是 讓我看到了就是 你用一些 我們所謂 只彈的手法 在幫你自己 伴奏 那你要吉他 自己彈就好啦 我覺得 就是只彈這件事情 只彈的手法伴奏 這個 OK沒問題 但是你是自彈自唱 很厲害 這個就是問題了 非常厲害 這個就是問題了 對 那麼多忙 手就夠忙了 然後還要唱 對啊 可是那個時候 會想要這樣做 是因為 樂手很貴 果然省錢 就是 就是因為我想要去表演 但是 你想要自己收那個錢就對了 不是啊 不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跟唱歌反過來 分母越少了 少一點分母這樣 我覺得 就是只刷 刷扣 就可能我那時候 也沒有認識很多的節奏 就是 節奏組的朋友這樣 我自己的那個刷選的 技巧 或者是一些知識 就是沒有很多 等一下你已經這樣了 然後覺得自己 技巧姿勢不多 太厲害了 因為我就一直覺得 那樣彈很無聊 那樣表演 就是連我自己都覺得 這個表演很無聊 那怎麼去感動觀眾 可以跳個紅圈啊 所以 更忙的事情 更忙 對啊 所以是 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我想要讓我的表演更豐富 所以才開始 加一些 子彈的東西 所以你是 一開始就有認識 這樣子的 演奏的 東西嗎 還是 嗯 那我大學的時候 就是吉他社的朋友 其實蠻多在彈子彈 哦 所以就有一點就是 已經有看到 有這樣子的技術存在 嗯 然後幫助你去想像 你可以用這樣的技術 幫你自己做 伴奏的部分 對 哦 而且那個時候影響我 最深的就是 你剛剛普星會的那個 是嗎 哇 哇 你還不找他當製作人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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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發動這樣 對不起 各位觀眾我錯了 哈哈 哈哈 對 因為普星會他 也是有這樣子的 團作手法 在他的彈場裡面 人家 人家 人家最近在Heavy Metal 你會不會跟上 哈哈 嘿 你有follow呢 就像剛剛講的就是 指彈已經夠難了 然後你還要再幫你自己去做 唱歌的動作 然後要兩個人都是 兩個部分都是你自己呈現 手又那麼忙 然後你又要唱歌 唱歌跟彈奏之間 有遇到什麼需要平衡 然後需要克服的困難嗎 好像沒有那麼大的困難 但是也是會有什麼幾個小姐 可能 彈奏的點沒有在唱的點上的話 那個會需要練一下 就是到你手很瘦的 然後再加唱 那其實就還沒有什麼問題 像我最近也有在做一個 YouTube的系列是 懂彈你唱 就是吉他卡拉OK啦 我用一個比較完整編織的狀況 去演奏歌曲 然後所以裡面就會牽涉到很多 大量的一些技法 所以就會比較像是 指彈吉他的部分 比如說前奏見奏就會有很多旋律線條 很多點 然後你就會把它編得很像 指彈的finger style的樣子 當然我覺得這個都是 呈現方式的問題而已啊 我並沒有要說就是 單純的刷奏 然後一個簡單的指法 彈一整首歌 這個是什麼問題 也有人可以這樣做得很好聽 只是對於我來說 就是這樣沒有辦法滿足我 對這樣子演出聲音的一個狀態的要求 然後還有一個 滿足我自己對音樂的一個想像的畫面感 所以我會想要這樣做就是 想要讓大家看到其實在吉他的伴奏過程中 不只是刷一刷和弦或者是一些指法 你其實可以做得更多的 你其實可以把一把吉他 他可以讓音樂的樣貌 有更多更完整的樣貌呈現出來 這一方面是我做這個系列想要讓大家聽到的部分 所以我聽到你的彈唱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讓我看到了這一方面的想像 你讓大家看到了更多吉他伴奏上面的可能性 不論是你自己在唱歌的狀態下 你的音樂還在後面去做很多不同的聲部的呈現 或是節奏感堆疊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是讓我非常喜歡的一件事情 謝謝 對 那我想要介紹一下這樣專輯的巧思 他在封面有做一些孔洞 那這個是我跟設計師討論說 我希望這樣專輯大家拿到的時候 可以做一點那種跟光影做一點互動 因為我這張專輯裡面的一些歌曲 都跟光影其實有很大的連結 那我們就想說那在我們的封面 因為封面的圖片是一片樹蔭嘛 然後我們就在樹葉的間隙去挖洞 那我們拿到專輯就可以去對著 有一道光從這裡過來 然後就可以看到很像那種陽光透過樹蔭在閃爍的樣子 對 那另外呢也可以讓藝術光線從外面透到裡面 那就會有那種光點在上面 然後可以大家 這個這種你說透過來然後有些光點 那個就是我剛剛說現場想像的那個畫面感 對 那其實這兩個這兩個玩法呢它是有寓意的 就是一個是向外嘛一個是向內 向外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發現自己專屬的希望 那向內就是去映照自己的內心 嗯哼 就是實體專輯的巧思希望大家都可以擁有一張實體 收起來啊 收起來啊 收起來 手刀購買 好 節目到了尾聲 那我們最後 呃 雨婷有沒有什麼近期的活動啊 然後 呃像比如說雨過這張CD 我該怎麼樣購買 要在哪邊找得到 你有什麼可以幫我們宣傳一下 然後介紹一下 大家如果想要這張雨過Patrickle的話 只要上各大唱片 像成品、柏克萊、家家唱片 都可以買得到 然後 呃我在2月19號的時候 會在台中的圓道成品有一場分享會 那2月20號在高雄大圓白成品 3月份還有一場最終場的演出 是3月24號在台北的女巫店 有雨過Patrickle的專場 那希望大家可以來參加 所以大家支持一下 那那一天 會有嘉賓嗎 會吧你會來吧 你有邀我就會到 那就看你邀不邀 大家 自己去現場發覺啦 好不好 他這中間有沒有裂痕 去現場就看得到了 對 OK 那很開心這一次 雨婷還有雲萍可以來上我們節目 那這一次節目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掰掰